跌,不是跌,又是涨,它7一定变1F 早上我有另外一个补充资料,两张的,上面看得出来,7变1F 我尽量买进以后,我尽量让它走红色的,粉红色的 千万不能走到绿色这边去,走绿色的就是对你不利,你这样做多 买加涨做多,你应该走红色的路径,这是对的 那走绿色的,就是你会亏,会赔钱 买卖给很适当,但是呢,到这边出场尽量赔 好,既然走绿色的,容易赔钱,那么我们砍停损,砍一定要砍头 好,没有砍脚,好,不能说它已经绿色了,这个吸管是绿的,绿色哦 好,我这把注定为黑,好,7、8都是跌嘛,绿绿绿绿 它已经连跌了5、6个单位了,你才把它停损,那不必停损了吧 它已经跌下来了嘛,买卖点适当,竟然走跌的路径 所以,既然,我们这个,把底下三个阶层,暂时把它遮掉 假设我们还没看到,我们进度到这里,我们就要砍掉 稍微一点点水吃,绝对不能说到这边才砍 好,假设你不砍掉,把这个东西,把我现在手画的底下正式不要砍,遮掉 你不砍它,不信邪,你走走看,它既然走到西,你不砍,它向下走 你看,走到红的机会大不大?很响 所以,要砍,要趁早砍,砍它的口 好,现在请各位在这里,把它补一个麦,买卖的麦,好吗 这个对,黑色的西,请麦 好,那或许各位会问,那我为什么有两个,两个黑色的两个地方叫我卖呢 我本来是买啊,从这边买啊,为什么买到以后,这边有两个黑色的把它卖掉呢 因为我们还要配合我们电脑软体里面,还要配合其他的指标来看 所以可能,那个指标一配上去的结果呢,可能会在西这边卖 可能在西这边,正式不卖,那么八还是有机会会卖到 好,那你现在注明这个西就好了,请卖,这边卖出 我这西卖掉以后,还是一样,假设我在底下没有看到,你让它走走看 看我卖对不对,西跑到两个绿,再跑 所以这一街,四个里面有三个绿,绿就是碟 跑到这一街,你看,越来越多,再跑到这一街,这一街,就不是满江红,是满江绿 好,你不砍,你的后果就会走向这些 趁早砍掉,比如说,砍掉也有控制机会 好,你以这个阶神来看,控制机会四分之一 蓝色的这个三,这边请麻烦各位把写买,买回去还他 因为我砍错了嘛,承认错误嘛,四分之一砍错 买去还他,但是你不买去还他,也可以啦,也罢,没关系啦,对不对 假设你说,你舍不得,你再买回去还他,你还是可以走你的路街 走另外一小坡的路街 好,这张图只要告诉你说,这里砍到最后结果,验证到你砍,对不对 那请教各位,你们认为有砍错吗? 我这边就把它卖掉了,我这边买到,还经过两个单位 这两个单位,以日间,日间来看就两天嘛 这天以五分钟下来看,就是两五分钟嘛,我竟然把它卖掉了 我做多,不对啦 买点是对的,但是他走的路径,对我不利 我做 crawl,不需要工夫 干净 以来,你可以说,那么这样 我就别我做了 我做更多的事情 我做错了 我做这个两个人